全公司的第五名减农地产成功团队 我们看看我们这周卖掉的房源的情况 虽然说现在这个星期很多人开始直闭观望 但是我们团队仍然还是卖得很热闹的 这个大屏幕上怎么看不到 价格 好的 我还是这样翻吧 85号Palama Road Mount Wellington是1400的地 昨天卖的价格也算是有点吃惊的地 270万房东 就是真的是甩盘了 然后2-264Palama Road的Saint-Jerham 我们是11月12号买的745万9这个unit 另外这个12号Sunburst的Nin 这个拖背的这个盘 我们是客人是158万 也是11月12号的拍卖抢下来的 158万抢下来的 那另外7号Desmond Place Otara 116万 是11月3号买下来的 买家特别开心 因为现在就是Otara 基本上也都在120万以上的这个全福利的成交记录了 所以116万买家的预算也真的是在正好在一个边缘上面 另外4号Horland Avenue Point England 我们是11月10号的拍卖卖了240万 这个也算是让屋主非常的 应该在这条街也创了一个新的记录 所以屋主是很开心 另外1-89Y1Pullet Road的Malwinnington 我们这个大宅子卖了一个特别好 极力的数字208万8千 这个目前的卖家是三代同堂住在这个大宅子里 新的买家也是三代同堂住进去 非常的高兴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房源的播报情况 先这个90号Kings Road的拍卖8246012月8号拍卖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很清晰 是一个拐角地 就在那个Dunkirk和那个Kings Road的这个拐角 这块地非常的平 然后呢 这个地的历史也是非常的辉煌 从1953年建造开始 就是一家人拥有 就是这家KVFamily就一直持有它 然后在这里养育了应该是三代人 现在第二代都已经是老人家了 四个孩子 现在一起过来委托我来帮他们销售这个家庭的住宅 我就觉得这四个孩子都特别的就是关系很好 有一个在南岛这三个 他的三姊妹啊 其实都是已经都说就是 真的是都也是老人家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尊重 能够帮他们卖这个 新三角这么一个好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啊 这个你Civil Park 你我们的Pamiel Basin 你那个海边都非常的近 94号Kings Road 12月8号拍卖 大家就是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好盘 大家关注 另外我们27号Nine Road Gling Inners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块地 它的地呢是长条形 然后是微微的往上走啊 风水很好 12月1号拍卖 房源编号是822006 大家可以看到它正好是一个长条形 很适合做排房 它是Mixed Housing Urban 占地有807平米 也是混合住宅区 所以它的那个分割密度也是比较高 然后可以做三层楼 然后它这条街 我是27号Nine Road 尼West Tamaki Road很近 已经很靠近格兰多位了 旁边的新房之前都在100万高 现在旁边连排的新房都已经卖到了180万左右 所以这块地其实是很有潜力的 好的 时间的原因我得加快速度了 那个下面一个新房是新房源是233号 Mon Highway Alice Lee Bar 2068 这个是12月1号拍卖急售 这个也是房东就是有紧急的意外情况 所以在12月份一定要卖掉 然后这个你看房子里面是四房 然后非常状况非常的新 好的 谢谢 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好拍 那行 反正就没有说好说完了房源 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在里面敬请关注 我们的网站在里面敬请关注